一个人发家致富最快需要几年 其他人我不太清楚 我的一位朋友只用了半年时间 就从之前负债累累的境况中脱身而出 口袋里不能说很有钱 但是比起普通人来说 已经算是财务小自由了 我的这位朋友是浙江人 可能身体里流淌着浙江人善于经商的血液吧 他从今年三月份到现在积累的财富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够用几十年了 这个人做生意的经历其实也挺波折的 之前做的所有生意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干过服装 干过餐饮 今年三月份开始做外卖烤肉 利用了年初的一波外卖流量扶持 和外卖到家服务的红利 烤肉生意突然就起来 这也非常出乎他自己的预料 虽然出乎意料 但也算是意料之中 我这个朋友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他从踏入社会开始就没有离开过创业圈子 他有着很强的商业嗅觉以及执行力 并且心态还无比强大 属于打不死的小强级别 失败对于他来说仅仅只是一门创业课程而已 不会影响他的下一次判断和行动 这其实不难理解 创业很多时候就是在比拼成功概率 一次创业就成功的概率显然是非常低的 但是十次 一百次呢 概率会不会高一些呢 看似每次失败的代价都很高昂 但是只要成功一次 那么所有的成本就翻着背的挣回来 他有一个观点非常的根深蒂固 那就是他十分笃定的认为 一个人光靠打工是不行的 必须得有自己的生意 哪怕只是一个小买卖或者主业之外的副业 但是必须要有 打工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听别人的 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即使这件事你十分不喜欢 也得硬着头皮蛋 而老板让你滚的时候你就得滚 一点保障都没有 至于说买车买房就更不要幻想了 靠给别人打工挣的那几个钱 购买几平米的房子 购买几个车咕噜 很多人肯定会说 老板让你滚肯定是因为 你自己没本事没有价值 你要是有真材实料就不怕被裁人了 但回过头去看看这些年 被大厂裁掉的那些员工 你能说他们没有本事吗 就他们手中掌握的技能 比大多数普通人还是要强很多的 结果呢 还是逃不过被裁员的命运 更别提那些上错船的倒霉蛋 自己满腔热血想要干出一番事业 结果公司先倒闭了 还有人会说 去考个公务员不就万事大吉了 手里捧个金饭碗 又不怕被裁员 但是每年那么多人过独木桥 一个岗位上千人竞争 你确定你一定可以上岸 就算上了岸 就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 未来公务员是不是相拨拨还真不一定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再想掉头换方向 可就堪比地狱极难度了 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真理就是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 紧窝引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才能给予真正的安全感 有自己的一个小生意或者说掌握着一门手艺 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给自己提供生存的保障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社会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为事之本 事为人之谋 则一夜谋食养命 等一蕴扭转乾坤 最后 跟大家分享十条创业感悟吧 第一 别跟亲朋好友合伙做生意 除非你做好了反目成仇的准备 第二 只有你自己最重要 身边的人可能都是过客 第三 你只能依靠自己 不要试图去抱大腿 你自己都不行 还指望能抱上多粗的大腿 第四 理性看待自己的敌人 如果没有敌人的存在 你是不会进步的 第五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错了就及时承认 不要像降驴一样一条道走到黑 学会断舍离然后快速重启 第六 一辈子如果能有一次机会可以富裕一次 胜过读千本书 第七 真正的好生意 是即便在销量很少的情况下依旧可以给你赚钱 第八 不要觉得跪下了就能挣到钱 行情不好的时候就算跪下来磕头你都挣不到钱 别人还会看不起你 第九 做生意会在坚持 开店容易 手电难 要学会多反省少放弃 不要被网上一夜暴富的段子带泡片了 一个生意经营两三年才刚刚起步是常有的事 第十 也是最重要 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多运动少看病 生意不是拿身体熬出来的 有命正没命花的钱有什么意义呢 还记得前面我说的创业其实是在比成功概率吗 把身体保养得好一些 不断地去战斗 成功的概率就会不断提升